2021花莲合唱团的公演今年有两个场次 11月18号是在慈祭科技大学的志根楼演艺厅要演出 而11月20号则是来到花莲县客家事务会馆要来做表演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欣赏 花莲合唱团在假日期间则是继续在郭子旧经营馆里一起来练习 为了就是要迎接11月18号在慈祭科技大学志根楼演艺厅 和11月20号在花莲县客家会馆的公演 花莲合唱团副团长叶仁琛表示 这次主题是与不易新冠肺炎疫情全民共同来对抗 打开普罗大众心中郁闷 学会不绝望影响健康快乐光明的未来 花莲合唱团每年年底都有一场成果发表会 我们今年定了一个名称叫做戏曲人生 2021年花莲合唱团的公演 为什么定做戏曲人生呢 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主题歌曲 主题歌曲两首其中一首是武侠连戏剧的主题曲 包括用广东话唱的 楚留乡 丑柳雄 神雕霞里 倚天屠龙记 以及笑傲江湖 就是说人类社会难免就会碰到一些 类似像这样的疫情灾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大家有信心都能克服这个困难 最后我们选了两首歌 应该算是三首歌 大概在西元八零年代吧 华士有一首有一个联系剧 叫守着阳光守着迷 这首歌就是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信心 美国歌手最早发起了一首歌 叫You are the world 在台湾也有大概60位的歌手 针对世界和平年 也发起了类似的运动 这两首歌呢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主曲 把爱找回来 明天一定会更好 那台北市商场有办客家家年会 在30周年的时候他们就甄选了这首 《暴宗战歌》 这首歌看起来是有爱国歌曲的味道 但是它里头充满着感情 这一次呢比较特殊的 就是原住民的歌曲部分 仍然请到了齐来合唱团 用太鲁歌族语诠释两首歌曲 第一首是圣经的歌曲 第二首呢就是描述原住民收获丰收 或者好朋友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的快乐的歌曲 为了服务大众 除了11月18号在慈激科技大学 资根楼园艺厅演出之外 还特别安排在11月20号 花莲客家会馆演艺堂表演 社区民众可以免费自有进场 客家会馆才免费收取竞票 欢迎花莲乡亲 请来分享团圆一年来的努力的成果 2021年戏曲人生 花莲合唱团与齐来合唱团联合公演 11月20号礼拜六下午 两点半钟 在吉安客家文化会馆演艺堂演出 欢迎免费来观赏 耶 吉利兄 欢迎收获了 吉利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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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兄